将市政污水处理厂的污泥加工成高密度压块燃料 用于火力电厂燃烧,具有显著的环境和经济效益 首先,这种做法实现了污泥的资源化利用 减少了污泥填埋和焚烧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 其次,压块燃料的高密度特性提高了运输和储存效率 降低了物流成本 在火力电厂的应用中,污泥压块燃料作为替代能源 有助于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降低温室气体排放,符合低碳经济的发展要求 此外,污泥燃烧过程中产生的热量可以用于发电提高了能源利用率 而且燃烧后的灰分可以作为肥料或建筑材料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 综上所述,使用污泥压块燃料不仅解决了污泥处理难题 还为火力电厂提供了可持续的能源供应 促进了环境保护和能源结构的优化具有多重利好 有这么多的优点在一身 你说,这是不是非常的完美和漂亮呢